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 我是梁 今天是2022年4月22日 看今天的天空好美啊 好 热热啦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 就是这一棵 常常在我们镜头里出现的 很像是盆栽的多肉植物 它就是金枝玉叶 你们一定没有看过 这个长了二十多年的金枝玉叶 它就现在是一个小盆栽 当初养它的时候 是朋友送的一棵 小小的 然后金枝玉叶 超会长的 它是属于马齿线科 马齿线鼠的多肉植物 可是我当初养的时候并不知道 就这样傻傻的种 傻傻的养 它就长这么大了 虽然这个金枝玉叶是属于多肉 但是呢我把它当成普通的盆栽来养 这个头是我养大的 然后它非常容易繁殖 你只要剪它比较粗的枝干 下来千叉它就可以长成新的一颗金枝玉叶 如果你喜欢盆栽 养这个是非常有CP值的哦 因为从一盆 我现在家里大概至少有20盆左右 都是这么大的 再给你们看另外一盆 你看看这一盆 这一盆也是 而且这个造型 是我自己弄出来的哦 有兴趣到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说 你看这个金枝玉叶 真的是超好繁殖 超好塑形 而且超好管理 全年路养都没关系 非常适合懒人养植物哦 但是如果你很勤快 当然也是可以养啊 我这一盆金枝玉叶呢 你看这个土 当初因为不懂 所以用的是普通的 那个圆土 现在应该都板结了 因为它已经十几年没有换土了 你们一定不相信 它非常耐旱 所以如果你养它 也请不要时常浇水 大概一个月浇个两次就可以了 你看它这个土都板结了 还长青苔呢 今天呢 我想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维持它的生命 维持它的现状 因为像这样 如果你要整颗拔起来换土 也是很麻烦 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就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 所以我都是这样 首先呢 我会先把旁边的土挖一些下来 因为整个弄很不好弄 所以我都直接挖一些下来 就这样挖一圈 我先挖 挖好再给你们看 挖好了 就这样挖一圈 这是因为这颗已经十多年没有换土了 而且我也好几年 大概三四年没有帮它 好好的施过肥 所以才这么大费周章的挖了一圈 否则平常你只要挖一小撮 挖起来就可以了 那挖起来之后呢 就用之前我们教过的自制有机肥 然后把它填满 填一圈 就这样填一圈 那填完了如果 你看就这样一圈就好了 那上面是等于还有空间就把刚才挖的土 再把它填回来盖上去 这样就行了 就是很简单啊 沙漠玫瑰我也都是这样 这样换土的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你们接着看 之后它长着 就会下着就变成脂繁叶茂 因为我们这个自制的那个有机肥 超好的 尽量不要直接放在这里 因为那样就比较容易烧根 那旁边这些应该没关系 因为它旁边这些是 比较不是很重要的虚根 好了之后呢 我们不铺旧的土 这是我们铺一些红色的火山叶 比较漂亮 然后 铺好了之后就给它浇一些水 其实都是养植物都是这样 不一定每次都一样 因为你的 知识啊 你的手法都会慢慢进步 那你就 改变 反正 没有人规定 一定要如何才是正确的 你想怎样都可以 开心就好 精致育液液真的超好繁殖的 倒不是我家里太多了 我如果认真繁殖的话 它修剪下来的任何枝干 都是可以扦插的 一下子就会变成一大堆 你到时候都照顾不完 不过如果有朋友要你当做伴手礼 送给别人 其实也是挺好的 只是 我家太多了 所以后来我大部分修剪的枝条 都把它丢掉 直接打包 上垃圾车 虽然有点可惜 但也没办法 因为种不了那么多 精致育液呢 你用的盆越大 它长的就越大 你如果要把它控的小小的 你就让它再小小的盆 它一样会长得很漂亮哦 过来 我们就等着它 枝繁叶茂的样子 真的会很不一样哦 到时候再拍给你们看 然后剩下的呢 我也把它一起换 一起像刚才这样施肥 好了 今天 这个多年的老妆 精致育液 就分享到这里哦 欢迎评论 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哦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拜拜 拜拜 拜拜